好,今天我们讲第八章 叫make other people come to you use bait if necessary bait就是诱饵的意思,知道吧 bait这个词是诱饵的意思 就是你钓鱼打那个窝 就叫bai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别人自投罗网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去诱惑对方 可以去就是下诱饵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本书 因为其实也是帮很多那种 有些人我也不知道 它是从何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说英语的人会比我们单纯 那今天就这几次直播 通过分享这本书 带你们去窥视一下西方人 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人 或者就是说现在的西方人 他到底信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你就去看一看 他到底看什么样的书籍 美国财富杂志及利益推荐 这个书之前 现在应该过气了 因为出来时间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没有那个时间火了 那我们继续下面的内容啊 当你把人逼的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 你就开始掌握了这个局势的主动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对手去自投罗网 不得不放弃他自己原有的计划 用一个大语尔去引诱他 请他入众 再去攻击他 你就可以稳操胜券 你不是西部老师人吗 为什么这个东西 我觉得帮小伙伴了解一下 也有一个好处 你会发现其实 如果你懂这一段的话 你就会知道 其实西方人是希望那些田狗和公知 去无脑吹嘘西方的 或者就是说有一部分西方人吧 那些公知 那些职人职醋 在咱们的国家无脑去吹嘘西方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它把西方吹得越完美 那西方的这种完美 在他们口里的这种完美 那就会成为对于我们中国普通 同胞的这种诱饵 这个大家应该懂了吧 那如果你看这个西方的这本书 它里面讲的这个内容 它很直接啊 那你就可以知道 对于西方来说 他们的这个大媒体方向 那肯定是希望咱们中国人去 没有任何的这个前提条件 就去崇拜和仰慕西方 对吧 因为只有我们仰慕西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西方人就可以 掌握一个主动权 所以说你看今天出国的人 是不是都是中国人在努力啊 你看今天出国的人 有几个人是收到这个 比如说美国的邀请函 或者说是收到英国的邀请函 他根本没有 那为什么你会发现 说这些年 有一个现象 是很多这个咱们的同胞 前夫后继的 去这个国外 他这个跟西方人的认知 和他的宣传 我们都知道是脱不了关系的 那你再去看看那个职人职醋 对吧 那就更明显了 那简直就是为西方僧 为西方死 都可以走路去美国 你想想看 这是多么一种疯狂的这个状态 那帮认人的这个行为 我们就可以断定出 当他其实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瞬间 其实他在美国人面前 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胜算了 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所有 他把就是说那帮走线的人 他到了西方 西方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 他就把自己的一切全部抛弃 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中 有点惊艳的人都可以知道 那那帮只要是走线到美国的人 基本上他是没有任何权利去和美国讨价还价 因为走线的人他是黑户嘛 他没有法律保护啊 那基本上可以说那就是案板上的羔羊 知道吧 没有任何的胜算的可能性 外国人讲话很直接 不会的 你如果真的在海外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周围那些说英语的这些朋友 他们很很少会直接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 但是他们一般都会去做个局 去从你这边拿到他们想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的道理 比如说你在国外 你想谈谈了一个老外女朋友 对吧 这个咱们就讲点现实的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 这样方便小伙伴理解啊 不是说交小伙伴什么坏的 你的女朋友其实要想跟你分手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提分手 你会发现老外女孩 他一旦说对这段感情丧失了兴趣以后 他很容易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提分手 他只需要在你们的感情中 不停的去挑刺 不停的给你去找麻烦 他知道 对吧 断绝女的性生活 你会发现这段感情 你还可以持续多久 你像正常没有经过训练的男人 你的女朋友只需要给你断性生活一个月 你要么就是向他妥协 要么你就是会发狂 对吧 如果你再自控力再差一点的话 他甚至会把你去做局做成一个 你这个男人是一个家暴狂的形象 这个东西不是很难吧 当你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你永远不要听他在说什么 你永远看他在做什么 是比较重要的一段 操控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一旦对方怀疑或正在受到操控 对其就会越来越难控制 但是如果你让对方自投罗网 营造出他在掌握局势的这种幻象 他就不会产生被你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这一切都依赖于诱饵的美味程度 如果你的陷阱足够吸引敌人 敌人在情绪和欲望上的骚动 就会让他们看不清楚现实 他们会变得贪婪 你就越容易去吸引他们 把他们弄得团团转 人在这个无法觉得自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这种防御意识是最高的 明白吗 所以说你看啊 老外他在做局的时候 不仅做局 还要让你觉得你是这个局里面可以赢的 这种其实你在西方什么样的场所 经常可以看见 那就是赌场 对吧 我们都知道西方所谓的一些发达国家 经常会有一个地方叫赌场 西方的这个赌场 可能和国内这个想象的不一样 西方的赌场里面进去的赌客 很多人你看很多华人 为什么到了国外以后 会输得倾家荡产 他觉得他在赌场 赌场给他会营造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气氛 你是我赌场尊贵的客人 而且安全环境绝对好 是为了放松让你下来押注 对吧 所以说很多你看华人到了国外 本身就是这个国外人身地不熟 又没有亲人 又没有熟悉的社交圈 这个东西说句实话 很多华人到了国外被逼到赌场 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其实在我看来 它是整个社会在做一个局 在蚕食这个亚洲来到西方国家的人 懂吗 如果你今天看不懂这本书 你就会发现 你看似那种风平 风平浪静 云淡风轻的西方社会外表下 其实隐藏的是各种你看不见的局 这个用一句最简单 咱们中国人特别好理解的话 就叫半猪吃老虎 懂吗 然后这个里面最经典的 我觉得把这条理论 引用的最好的 这个可以拿出来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结合的 就是西方的婚姻 为什么西方人是最早出现婚姻问题的 对吧 为什么西方是最早出现婚姻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西方其实稍微聪明一点的男性都知道 今天西方男性结婚 其实整个就是社会给西方生活在西方的所有男人做的一个局 为什么我一直都说咱们今天中国的这个环境 文化环境要远远优于西方 那我们必须得承认的就是西方的一些有毒的女权 确实影响到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原来很好的一个社会环境 但是为什么我还会说中国的环境要优于西方 你马上听完就知道 因为这个局没有在中国形成 这个局没有在中国形成 一旦这个局如果像西方一样在中国形成 这种男女这种关系形成了 就是说整个社会的这个女性群体 对于男性群体成了一个局 那这个时候我说句实话 你再去了解西方的文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因为太晚了 认清西方的一些真实面目去破这个局 懂吧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你看啊 就很多人说鸡肉哥不对啊 就说鸡肉哥你看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 现在婚姻状况也比较严峻啊 你看那个 你看咱们有些这个利用这个文化的 对吧 搞这种高价彩礼 搞得很多国内的小伙伴 对吧 觉得结婚遥遥无望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彩礼 鸡肉哥跟你说这个局没有形成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啊 说现在有一些不好的文化去索要彩礼 为什么我说这是局恰恰没有形成 哪个能控制局面的人会跟别人讨要东西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句话我一讲你们可能就清楚了 如果对方跟你要 那恰恰说明对方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获得主动权 当然了或者就是说没有完全的互动 获得主动权 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女性很多人结婚 他一个他是了解中国的这个文化 对吧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 希望这个男性能成家立业 传宗接代 他知道你在心理和文化上有这个需求 还有一个方面 他为什么知道 明知道这个彩礼不合理 他敢跟你要 他知道他控制了你的什么呀 性生活的主动权 懂吗 你可以不给彩礼 不给彩礼意味着什么 分手 意味着分手是什么 你要重新出去再去找小姐姐 然后你重新出去找小姐姐 从你这个分手到你找到小姐姐 能有稳定的性生活 这个其中可能要度过一个漫长的未知时间 那不是每一个男人都会有很强的性格 可以去坚决的做这种断舍离 那这个就要讲到西方现在的婚姻 婚姻和价值观了 就是西方女人是通过婚姻法直接获取 懂了吧 西方女人她之所以在结婚前 不会去跟男方讨药彩礼 恰恰是因为西方的婚姻法 避免打草惊蛇 懂吧 因为我跟小伙伴讲过很多次了 对吧 这个西方的不要说结婚 只要同居两年 男方的所有财产都要拿出来 和女性对半分 只要这个女性跟你住满两年 有的国家是三年 不同的国家 新西兰好像现在改成三年了 之前是两年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女性能忽悠到 这个男性不知不觉的 跟他同居两到三年 如果他找到了一个有钱的 或者富二代 那基本上这个局就做成功了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男人在分手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的主控权了 我们所要彩礼会很容易去引起对方的警觉 而导致对方采取防范心理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这个国内的男性 非常警觉彩礼的问题 而西方的婚姻则是闷着葫芦 去在这个窑 更具备伪装和欺骗性